这个版本它是真擅长 而且其实我们也说到MSI C9的成绩 没有那么好的原因 一大部分 也不是一大部分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就是Blapper对兰博的使用 没有那么熟练 这样在第二手是绊掉了 辛德拉和卢西安的情况下 感觉C9这上来 还是非常针对对方的一个中演 同时也绊掉了 Perks可以带动全场节奏的一个卡牌 来看一下在前面的BP主轴 其实都还是围绕上路的战士 但是在这一把其实也不一样 比如说像刀妹这种类型的英雄 都没有被按掉 是 而我觉得刀妹这个英雄 是可以考虑 就是辛德拉也不搬的第三班 因为他们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 刀妹使用者Perks 对吧 这样最终是搬掉了芒僧 那这样的话 一抢就有大有说法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刀妹 对吧 或者是MF1 对 以及Area非常擅长的瑞兹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 两边的上路选手 其实都是这种比较偏扛压的 对吧 比如说AV之前拿出了一个NAR 或是Fuzz之前玩的船长 这种类型的英雄 因为格温被削弱以后 其实现在比较少队伍会愿意去选他 那来看一下DFN这边 直接帮助中路Area 拿到他最擅长的腰阶 而且在这个板子里面 其实有机会再出现一个双刺客的配合 就是妖姬加上奇亚娜的中业 对吧 但来了 这个是超寒华的答案了 但对吧 确实寒华是输掉了比赛 但其实我觉得吧 超V的一个表现是无可厚非的 对吧 就可能先抽了一下答案 然后发现 回想了一下 回想了一下 上次考试的结果好像不是很好 是 这样还是先锁MF 因为确实 就今天打到这个份上了 女枪是目前看起来新版本 女枪加奇亚娜可能是新版本 我觉得最正确的两个英雄选择 对吧 两个风向标 而且我觉得奇亚娜搞不好是走一个单人线 有可能 就目前还是拥有着中野摇摆的属性 是 这样 小丑应该不太会选 但是小丑是Steal的一个绝活 是 但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英雄选下来 很难配合队友 对吧 赵信 还不错 而且赵信在野区面对奇亚娜的时候 其实也不怕 那还是要给AV拿自己最擅长的英雄 来面对C9 但希望AV这一把的怒气可以控得好一点 确实在上一把这个比赛当中 AV这个娜尔也没有机会说拍出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画面 塞拉斯 塞拉斯直接掏出来了 确实我觉得哪怕说经历了这个QW的伤害一个重置吧 但还是这个英雄的强度依旧在线 尤其是面对到对方这种有赵信有纳尔的阵容 这个队局其实就 不一定一定要看对方的大招好不好 就我塞拉斯只要偷到对方的模拟名中 我就可以直接选了 去年AV脸上 对 就这个队局在LPL当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嘛 对 这样在第二轮的搬选当中 EaseRare先被C9放上了班位 而作为应对 我觉得DFM可以考虑的是 怎么让自己的上楼玩得舒服 就是这个杰斯我觉得得办呀 对吧 就FIRCH虽然说是个抗压型上单 但也不代表这名选手不会使用杰斯 所以我还是AV自信 依旧觉得自己的纳尔可以应对杰斯的一个队性 先来看一下C9在四楼 首先把EaseRare给按掉了 在自己的队伍主持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控制 还有伤害的前三手一亮出来之后 把对方有位移的AD11先给按掉 而且这个锤石一半 也几乎我觉得算是杜绝了 厄菲流斯和金克斯这两个大核AD的一个登场 那其实现在下路对于DFM能选的英雄 我觉得这把可以考虑的是几个丝 对吧 这真可以考虑 第一是几个丝是W可以打断MF大招的一个释放 第二就是这个科学地狱火炮对于MF来说 其实也很头疼 是 但选吉格斯他的缺点也像前面说到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位移的一个英雄 而且他很容易面对到对方的曙光 加上女枪的时候直接被一套秒掉 再加上DFM如果你要看的话 他的中野是他唯一的进攻节奏点 UdaPol这里的进马 其实两边的AD 都是非常优秀的 系命师的使用者 不管是Zaven还是UdaPol 都在自己联赛中 进有过非常高光的表现 而且都是在 这种逆版本 选出来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感觉DFM这个阵容 目前看起来 还是非常符合 自己的一个打法 就是下路 还是以发育和功能为主 而把进攻的这杆 标枪交到了 上中野的手上 行 让我压意的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 侠的一个灯板 因为侠这个英雄 真的已经被加强了 不能再更多次了 他应该已经连续的加强 八个还是九个小版本了 最早的时候 是这个暴风雨刃的CD回调 对吧 然后到后来 我们看到W的一个伤害 Q的一个伤害 然后包括E技能 甚至都有一些小幅的加强 但是暂时还没有出来 暂时还没有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一把 如果DFM愿意选择侠的话 它依旧可以确保 我的C位是有一定的 输出能力 还有自保能力的 那当然侠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三件套 存钱时间会来到比较后期 因为它三件套很贵 而且达成能力比较弱 这个是大家可能 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中野节奏没起来的情况下 确实这把 对于DFM来说 上半区的节奏 如果没有办法成型 那很有可能 这个阵容就会 进入到一个自己 不是那么理想的节奏当中了 来看一下 就到今天的这把比赛 DFM对待到C9 两支队伍在MSI的时候 也有交手过的经验 如果C9有一个复仇名单的话 第一名可能是 害他们没有办法 进到四强的一个PG 那第二名我想 应该就是DFM了 因为那天就是 刚来打完第一场 就DK第二场 DFM打完 大家说 哎呦C9凉了 对吧 但确实 但这是个新的开始嘛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是 来看一下 这边下半部给到了一血 两边打野 都拿到了39%的一血率 而且我们就是 玩归玩 闹归闹 就FIRG这名选手 我们说他是个 抗压型选手 没错 但他依旧是今年 2021LCS的最佳上单 最佳上单 就这个含金量 请大家记住 他也不是个说的 我们之前一直在提的 这种抗压型的选手 是 而且C9打入围赛 是有说法的 对 对 就从17年全楼开始 正式宣布有入围赛之后 C9算是这四大赛群里面 打入围赛最多次的队伍 最有经验的 而且他的小舞赛成绩还不差 对 每次从瑞雷赛杀上来的时候 他的赞赛成绩都会特别好 是 那来看一下 两边打了一个开局 蹲从自己的蓝buff开 不上路的Fudge 一下一下的普攻打在AV身上 要比难受呀 主要是 就刀背这个英雄 他还不像普通的那种近战 他的攻击距离要更远一些 而纳尔 他又不能算是个很远的远程 所以就导致出现了刚刚我们在上路看到的这个情况 可能是第一波兵线没有处理好 然后让Fudge有机会把自己的被动给残起来 是 去跟对方做换血 而且这种线纳尔就非常难受了 这个真的是 抢到二的情况下 你越雷尺一步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的 不过还好的是 他们在F6的那个视野 其实我看到 Blappler的位置 所以也不用担心 就是Fudge会囤上半部一大波兵线之后 执行越弹 这里顶起来 接个滑踩 就主要还是 两分钟被打踢的情况下 而且你回家只能买个药 对吧 就导致现在自己对线很被动 而且这波Blappler还来了 看到能不能守住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比一双人没有拉到 那也没有水元素的情况下 就打波雪吧 那这样的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Avi这波真的难受啊 他这波好难受 他这个现实就都有点 不敢吃 Blappler这边打了一个心理差 就是在F6被看到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去把上半 两株野怪都给吃掉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举措 就导致这波Avi在重新上线的时候 又被压了一套血量 而且感觉C9有点 看破了这个DFM的制胜 制胜法宝 就你对于上路的这个帮助 其实蛮多 那我就要比你更早来 提前的扼住你这个 很灵性的放眼 抓到了对方 野辅两个人员 但这波想动Perks是很难的 也是给点压力 但目前来说 C9单人线 还有下路线的状态 其实都比较好 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机会 女将也找到了一波机会 直接回程 把这些状态补满之后 再度跟对方的进来对线 是 就这个对线来说 其实除了上路吧 都还是比较平静的 但这里链子牵住了之后 Perks向后招了一段意 打了一套伤害 Flabber在三角上中蹲点 鼻翼双成功拉到了 就有点危险 就有点危险 就先脚闪现 堵过对方的控制 这样两边的上单 互换完闪现之后 这波Evy又要回家了 而且这波是没踢的 而且这波兵线好惨啊 他要被卡牵 很难受的 没有能够列入被闪现堵过 但是女坦过来的闪现 一起换了伤害 换了点火 结果是知道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这样最终的一发 便宜有死分 拿到了第一滴血 是的 试军图斥 最后还是补上了 后续的伤害 那这样的话 在前一把第二分 就可能没有办法复制 那一把的支撑防程式了 就我中路area 法育无限好 在这一把 可能就比较困难 而且上路的兵线 一直被Fudge给控制住 而且说实话 感觉这个比赛 打到五分钟 C9应该是有认真地 看过DFM的第一把比赛 对吧 他们很 他们现在很了解 就是DFM的一个 获胜 获胜秘方 然后制作出来了 相应的一个解药 这波 Foken上的很过断 是 这波是Purgs都有点 回头要掉头走了的意思了 而且你没有发现 就是Volkan 他是从上半步走过来的 对 这感觉真的是让area 有点措手不及 可能也没想到 嗯 他这样的话 强路再度掳到对方 打了一个伤害 好疼啊 确实啊 我们看到就是在 第一把比赛 如鱼得水的area 在这把确实 在对方的一个 多人举机下 现在对线压力有点大了 而且下路这个 2v2 你是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的拿 都对线击杀的 是 一直指道 同时跟着 这个Burgs过了墙 诶 但这样走过来之后 Yuta Pong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相当有双招的 牛过来解围 应该也还好 但是这个链子 练到了 三级的牛头 非常退啊 呃 远处的滑彩 定了一下Burgs 就还好 这波Burgs没到六 不然感觉起杀星 一偷牛 那个大招 直接 直接越打了 虽然说在这一波没有发生 但我觉得 你接下的这件事情 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 平凡的去进攻对方 DFM的中路或下路 对 而且他这个牛 还是顶着塞拉斯选 对吧 这个牛头顶着塞拉斯选 其实 有点给Purgs 发挥的空间了 就从BP上面 我觉得DFM 在上半步的选择 算是比较拖大的 嗯 而且后续塞拉斯 也没有 选择后续 封锁 对 直接放出来 女强直接把大招 给扫了过去 八分钟的节点快到了 在中路有推陷 主动权的同时 可以对上路AV 再进行一波压制 或是月塔 嗯 但我主要是觉得 就八分钟这段 这个先锋啊 DFM真的 技占能力上来说 不如C9 嗯 但从AD走位看起来 DFM是要接这一波团的 然后纳尔大 看一下怎么拍吧 拍到了第一双刃 纳尔黑了 控制直接让纳尔走不了 嗯 同时自己再磕个药 把血回一回 这几波的进攻 C9才能做得很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前期节奏啊 C9真的把握得非常到位 对吧 不管是上路的对线 还是说几波的一个支援 都是在C9的一个掌控当中的 而反观DFM 在这把比赛里面 可能前期相对来说 做得没有那么完美了 呃 这里在动先锋 而C9的人都有点远 同时刀妹在下半区的情况下 虽然有踢 但感觉这个先锋 可能也不太好接了 像AV的阵王 还是有意义的 毕竟他换掉了 塞拉斯和刀妹的两个 比较关键的大招 对 但这一波 其实C9是没有理由 把这个小虎小虎给让出去的 嗯 就不确定为什么 RP多摊了一波兵线 然后被对方抓到了 时间点 他们可能还是就觉得 自己缺少这种 关键的大招 包括女枪的这个弹幕时间 其实也在CD当中 他们可能觉得就是 这段时间我没有大 来跟你贸然接团的话 可能会葬送掉 我前期的这些 来之不易的优势 嗯 但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办法把 上半部拿到的优势 再继续扩大了 是 这个可能 对于节奏上来说 是比较伤的 是 来到下半部 想要把这条龙 先给拿下 嗯 那这样子的话 然后 AV在整个团战里面 如果发育没有办法拉起来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给秒掉 是 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 这个对线情况来讲 因为 Perks的游走次数偏多 对吧 所以导致现在AV是有一定的 补刀上的领先的 这个发育没有拉开太大 这边也是很稳 直接把铁板雪给做得出来 主要感觉这两把比赛 觉得AV打得难受呀 对吧 我 我堂堂 流川风 对吧 受这种气 但这个点 可以聊一下 就是 你说电线真的没有想到 对方会选刀妹来去打你那儿吗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想到的 我觉得 只要是前三手出那儿 就一定要做这方面的考虑 对吧 当然我觉得 来啦 来看一下 AV 流川风能不能扛住 感觉要没了呀 跟闪补 但是防御塔的伤害 够了 可以 可以 换了肯定是赚的呀 虽然我上次被你过人了 但我这次可以盖你一个火锅 但这个代价可能是一次犯规 对吧 上路打了波 一换一照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AV来说 真能接受 上路 上路两边互换了一颗人头 之后中路 看一下Steel 这肯定是不敢捅上去的 不太敢直接捅上去 RT还有一个闪现的 但这边右下角 来看一下 曙光直接指的上来 而且旁边拍摄上嘴巴的一个大招 但大刀伤害只能说是一般 旁边C9确定还要再打伤害吗 有可能会被对方 Boken给留住 但C9这边也打得比较稳 主要还是忌惮到 从后方赶来的一个奇亚娜 在这种地形里面 奇亚娜的大招会给 DFM制造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他们也是比较果断的就拉开了 而且这波说实话 下路这个双人组组 沟通也到位 知道你伤害不够的情况下 这个鼠王女神上去慢 然后让MF隔墙 能够扫一个比较不错的大招 但这几波的碰撞 都还是C9拿了优势 你真的要说 AVI在上一波一换一 有赚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赚 因为刚刚右下角 这边给我们一个小回放 就是全部的兵都被 DFM的上路塔给吃掉 就那个经验是 没有办法用钱买的 然后这一波下半步 虽然没有任何人头的爆发 但是你往左边 右塔旁的召喚时间点一看 双招已经没有了 主要还是接下来这个龙团呀 对吧 龙团啊 你这个没有双招的C位 在这种情况下 是很难发挥的 而且就是 还是那个点纳尔这把不肥 他可能第一面临 要扛不住的问题 第二可能就是说 他这个进场时机又得 对吧 再仔细琢磨琢磨 像蓬磨说的一样 这个怒气能不能控好 中路 先把小五先锋给放过去 确保这个小五先锋 可以给中路的ARA给吃掉 不过这边直接被对方数光 加上打野奇亚奈给开到了 强路掳到了 那这样的话 RP还可以过墙 继续找一波机会 偷到的是对方腰尽的链子 把对方开了大招的牛给练住之后 最后的RP再度收到一颗人头 而且 这波C代的控制链也练得太完美了 逮到这个Steel的造型之后 直接是一套控的 连大招都开不出来就给秒了 这也是我觉得Steel为自己的一个鲁猛付出了代价 下来又来 又拿到了 又拿破 打出了一套之后扭掉了华彩 得交大把冰情了 不然这波线要是被Perc推进来 感觉自己很危险 感觉现在啊 这两波下来以后 确实中期的这个节奏 完全掌握在C9手中了 DFM有点 这段时间找不到事情做 而且你看Steel的这个选择 其实挺怪的 他 捅上来 但是在旁边是完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这波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小事吧 可能也没有预料到 C9的控制链能给得这么的完美 而且刚刚Area为了要吃这个 中路给到的峡谷身锋 所撞的肚层 他选择W上去普攻了一下 对方中路外场 所以这也导致了 他在团战里面没有办法 再多打一些伤害 去掩护自己家的 打野 就撤退 而且这把 ZEVAN又是选择到了 这种平A流的一个女枪 我感觉的确平A流女枪在 实战上面可能会 比较好一点吧 因为就你不用把鸡蛋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 对 你的这个风险 其实就相比那种穿甲流的 要更小一些 而且说实话 就是MF这个英雄想扫完美大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得看队友 或者说这个空间 足不足够你 释放这种大招 最后的永双直接把Area定在塔下 打野Blaver在这把的节奏 算是做得非常好 在前面往上门部的进攻 也是帮助刀妹 拿下了一些优势 主要现在最惨的还是Evy 只有Evy受伤的世界 现在已经诞生了 这两把确实对于他来说 玩得不是那么舒服吧 当然这也跟这个队伍的 一个战术选择是有关系的 而且纳尔这种英雄 就有点像皇子一样 就一旦陷入了烈士 你所能提供的东西 就是大招了 对 这样OP人手也给到了Perks 这把表现非常的出色 当前输出打了5000多的伤害 第二头的峡谷先锋是由C9 拿下直接把对方的中央外海给撞掉 对而且感觉现在 DFM就是陷入到那种 没有人出来能把这个节奏 带一带的情况 对吧 你看他们现在就是 吃险 回防吃险 然后小龙也没办法争 所以就导致整个地图上 你会看到C9非常的主动 这也是当DFM选到这一套阵容 我们赛前在讨论 就是中野被压制住之后 DFM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出来 是 但我觉得还是不得不说 AV这个补发育能力 还是实打实的强 对吧 现在这个补刀 也就在那边差个20刀 当然经济是没有办法领先对方的嘛 看上路这边 Ferg能不能闻到这个危险的味道 直接走过来 看起来是没闻到 但是比双刃拉到对方两个人 还想操作 这 险仙也直接省了 其实他应该有那种预警 但 有些时候人的这种探索欲吧 就是会让你不断地往这种 黑暗的地方去 多深入研究一下 就好奇心 就会害死人的 是的呀 这波Pergs交踢了 来上路守一下这座塔 也不想让你推 而且这波他们可能会想要更多啊 Valken在一个比较深入的位置 同时Blabber也已经进来了 但还好是 AV撤退的比较及时 就现在DFM 我觉得他做的事情也算正确 就想办法多找一点 人多打人少的机会 并且持续去换经济 这样上一塔被拆掉 同时下路的Area也在 点着对方的下一塔 但是这个兵线肯定是不够的 这波想要拿二塔吗 而且卡的这个视野非常的漂亮 AV很危险 很危险 又是AV受伤的世界吗 海克斯闪了 我被盯到你了 大招就大中 也没练到 永双野空 这样AV是死里逃生 但这个二塔肯定是守不住了 这波好可惜 主要还是我觉得 稍微招集了那么一点点 对吧 如果这个太阳药斑能够定到的话 其实这波是能击杀掉的 我觉得哪怕缓速到了 这个强路也掳到 这波还好吧 AV没有在自己二塔下阵亡 虽然AV没有受伤 但是他的剩下四个队友也受伤了 电影像就受伤了 二塔被拔掉的世界诞生了 而且二塔在之前的版本 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贵啊 真的很贵 而且这场比赛是一条火龙龙魂 这个感觉对DFM来说 是个天打雷批的消息 而且这个中野两兄弟过来还被看见了 又想估计虫师 走一个蹲点位 这个说实话应该不太会给你这种机会了 对吧 人是有探索欲 但也有这种 畏惧的心理 上半步把事业给布好 等等一分四十秒之后这条火龙 看一下AV有没有办法在这时候拍出一个好大吧 但说实话我觉得C9 如果真要打这条龙的话 这一分不应该解 就现在两边的上中两条线影响力差距太大了 是 现在主要还是我觉得Perks这个点 可能DFM不好应对了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有牛头的情况下 这个赛拉斯打团的空间是无限大的 可能没有想到赛拉斯这个点吗 因为你真的顶着赛拉斯出牛头 然后 你上路又先亮了一个位置 给对方counter 主要这个其实 确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解释不了的 对方的点是在于他的牛头是后出的 对吧 你这个牛在后出的情况下 确实会让赛拉斯 很舒服 因为你要想他们DFM在四五楼 其实按掉了是这种可以开团 而且有AOE开团的一个辅助 比如说像洛或者像阿姆姆 但是说实话这种英雄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泰坦 比如说像瑞儿 就是你按两个英雄其实不太能解决问题 是 而且说实话就是 确实来到了19以后 好像泰坦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过 对吧 这也是大家对版本的一个更迭所做出的一个反应 就可能被阿木木给递太久了 对 主要泰坦就勾一次 那个木木那个风带能绑你两次 就你要想这种泰坦类型的英雄 如果勾进去没勾到 那我剩下的几秒都是AZO的 是 但是木木有两次的机会 他有个大招 对吧 所以确实现在 我们也没想到经过这个调整之后 设计师说的是要加强木木的打野能力 但是他来到了辅助围 可能设计师自己都没想到吧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他本来把一些技能往上调了一些 然后他摆到了不属于他的位置 是 就从开始的蓝波就可以看出来 本来是想加强他的对线能力 比如说他的一技能余差 是可以消低对方魔抗的 就本来希望把他从摆到上的位 是 没有想到被大家开发了一个固热 然后先开F0的位置 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种改动 其实还挺有趣的 包括我们在第一把DFM的比赛中 看到的南刀 以及是在A组的比赛中有出现过的杰 都是我觉得大家的一个不错的尝试吧 Ferg现在小心起来了 两边都要叫人了 Ferg这边不想再被蹲了 游起来又被找了 又被蹲 这个后面有关 反手一个大刀 其实打得很漂亮 两次的一个Q技能 其实把自己拉在一个很低的血量 但是不致死 这边RP偷到对方纳尔大刀之后 拿下一波双杀 前方的Gang 角出大招 角出闪现 他能做的事情 也只能掩护队友撤退 只能说 C9用DFM的方式击败了DFM吧 对吧 大家就是在这个支援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C9来得更快一些 而且第一时间 他们想集火的这个刀妹 及时地开出了DFM 这个巨破之舞 挡掉了非常多的伤害 拖到了队友下来的一个指缘 同时 在这一波的团战结束之后 C9可以拿到本场的第一条大罗 三则攻存两一 我前面一次被抓到 第二次就做进步了 我没被抓 第三次 我直接叫人来抓你了 我叫我的好兄弟过来 直接蹲到对方三个人 而且这个 鼠王女神给到的盾也非常的关键 就本身的这种尝试 对于DFM来说 也算是无奈之举 他现在陷入了极大劣势情况下 只能想办法找些机会 那没找到 也无可奈何 毕竟本身就是比较大的劣势了 又来了 直接投了大了 他这边说如果拉到的话 双招可能都要被逼出了 是 现在这个Perks杀人书也来了 对吧 大家如果还记得当年 Caps的那本书 对吧 现在他出现在了Perks的身上 同样也是塞拉斯 24分钟 非常快速的游戏节奏 中路的水晶已经告破了 强弩弩到对方的牛头 牛头被迫找出一个大招 但RP这时候也偷到牛头 大招旁边的西安娜 这时候 拍了出去 想要抓Aria 但是Aria毕竟比较灵活 又两分的位移 这样在打残了对方的状态之后 C9选择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 推掉你的两路高地 那这样也可以心满意谱的回家整补了 这把比赛 确实到这个份上 对于DFM已经比较艰难了 24分钟落后了9000块的经济 这把妖姬因为这个出装 也确实因为前面没太多一个经济 选择要先补到鬼叔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能力就跟第一把看到那个不一样了 就是如果这边C9想要打最稳 就是把上路兵线一推 然后中下路同时给压力 而且也是因为你要对线塞拉斯嘛 所以你必须前面得补这个800的减治疗 中路的兵线由刀妹 一个人在带 然后剩下的大部队就是从上路开始去压 对方唯一没有破的高地塔 先偷了一个纳尔的大招 来看一下牛头这时候想要去开了一个W 但是被对方C9给推回来了 反而是被太阳摇摆给定在原地 再度枪路是掳到在塔下的牛 直接利用纳尔的大招把牛头给拍死 后续进了华彩没有办法调任何的效果 自受真正的纳尔大招 已经拍过了 只能角出一个W配合上旁边的达野 击杀掉了对方的奇亚娜 而且这里也不太好追击了吧 四发子弹打完之后再接个华彩 但这个时候就是正面没有人能够补剩下的伤害了 这就我想是勉强了守住了 但这我也看到了 就是Perbs的这个赛拉斯在团战当中的影响力啊 这波打完之后就算困难的守住 但是改变不了火龙魂 要落入C就手中了试试 这把C9基本上算是稳操胜券了 来看一下这波的团战 牛的这个想法其实很好 隔墙卡视野的海斯闪 想下去留人 但是你不得不说 Flaver的这个反应是真的够坏 在你接触到人的一瞬间 精彩绝景把人给推走 他甚至都不想打控制 而Avi后续出来的这个大招 效果也比较有限 只能拍到一个站位比较靠前的Blaver 就毕竟烈射纳尔在没有TP的时候 你也只能想办法打出这种操作了 就毕竟大招的范围一定 不会有太理想的一个控制效果 对 而且说实话 这把又他碰的这个劲选出来 也效果比较一般吧 对吧 当然了就是在这个阵容里面 静还是以一个偏辅助位 偏功能性为主的一个AD 主要现在女枪带着三件套 有无尽来的呀 甚至感觉到还是要带一下 这个上路线的奇亚纳去了 看我放去Q了一下之后 直接把Area血量打到大概剩八成左右 而且AV又被打出了自己的动作 闪现Q加太阳奥巴 还有女枪的一个大刀 直接把Ria给吸死 那前方的赵姓角出界大刀之后 阻止Blaver的进场 他是抽到一个牛头大刀 扛住两座防御塔的伤害 直接在人群之中取到对方赵姓的手机 同时也拿到了超神 发杠零的一个战技 两座双塔破掉之后 应该只要点这个基地 C9就能拿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了 而且这也是他们在今年2021世界赛的首秀 同时是自己的一个开门红啊 是 游戏时间28分21秒的时候 拿下了他们在这一次入围赛的第一场胜利 是Perks也笑得非常的开心 虽然这个对于他来说 这一年的经历非常的具有传奇色彩 但依旧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带领着队友证明了自己的一个实力 嗯